多谢英雄大救,在下感激不尽 呀,快起来吧,我可不喜欢跪来跪去的 英雄,你们东方人有句话说得好 救命之恩当滴水相报 你放心,等我们交了货物有了钱,一定会给你报复的 啊,报复我,你说的是报酬吧 还有,是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你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哦,抱歉,我的东方话还不太熟练 没关系,我听得懂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叫马可波罗,来自西方的彼得城 西方,灵儿还没去过西方呢 那你们那个西方好不好玩,美食多不多 当然好玩,我们那边有水城,有大风车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 至于美食,也有很多 比如汉堡,炸鸡,火腿披萨,好多好多 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你们西方看看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讲英语 啊,还得讲英语呀 不过还好,我刚学会了语言精通 这可难不到我 哼,哇次又,雷姆 讲英语 嘿,我刚讲的不就是英语吗 你听不懂吗 小姐,这人莫不是脑子有问题吧 要不你问问另一个吧 嗯 你,哇次又雷姆 讲国语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讲国语 你,你,你们 讲英语 讲国语 讲英语 讲国语 哼,我救了你俩 你俩竟然还敢耍我 这下知道本小姐的厉害了吗 英雄,我想你误会了 他们俩姓蒋 一个叫讲英语 一个叫讲国语 嗨,原来,讲英语 讲国语,这是你俩名字啊 你说你们咋不早说呢 早说还用得着挨揍吗 为什么不早说呢 就是,为什么不早说呢 听到这话 讲国语两兄弟眼神优越 自己二人明明说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没听懂 如今还要倒打一耙怪我们没说 果然,女人除了会承认自己嫁错人 别的什么也不会承认 哈哈哈哈,我误了 这应该就是你们东方人说的 有朋自远方来 随远必诛 对吧 嗨,咱们还是聊聊 你这个冒火花的铁管子吧 在你们西方 所有武器都是这种吗 这怎么用啊 这武器叫左轮枪 需要把灵精装在梭子里 以供能量 我这两把枪 我未婚妻花了很大的心血 才在炼金是那里买到的 极具意义呢 不过作为回礼 我也回了它几个亿的子弹 像这种枪械 在我们西方属于轻便型武器 威力不是很大 还有重火力的 比如机箱火箭筒之类的 那种是质宝 威力巨大 一般人可弄不到 听到机枪 火箭筒 楚灵儿顿时想起了之前做任务得到的加特林 自己还不知道威力到底怎么样呢 不过枪管那么多 应该不会太差吧 那个尊级的加特林 叫你们西方稀罕步咯 尊级加特林 那可是男人梦寐以求的至宝啊 我这辈子做梦都想要一挺 不过加特林锻造起来相当艰难 既要有射速又要有威力 还得耐用才行 所以这种东西珍贵无比 有价无市 听完对方的话后 楚灵儿顿时明白 即便在西方世界 尊级的装备也是极为珍贵的存在 那自己手里这一千艇加特林 绝对能打造出一支残暴的佣兵团了 那你们三个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呢 等交了任务 分了报酬以后 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爹传来消息 他可能挺不了多久了 我得回去继承我家那几千亩地 以及数千家谱什么的了 虽然那种每天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很辛苦 但没办法 谁叫我是家里的独子呢 你说你要回西方 那正好我也想去西方玩玩 这样你给当导游 至于酬劳的话 反正不会让你失望 咋样 啊 小姐你真打算去西方货货啊 你不回家的话 宗主那里我们怎么交代 你们交代个啥 你们跟我一块去旅行不就完了 咱们带着这几十个妖帝 一起去西方干老本行 岂不美哉 说到老本行 楚灵儿显得十分兴奋 卫生精与白七七几个则是相视一眼 都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算了小姐 西方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听不懂那边的话 过去会很没意思 而且我和七七入宗 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该去拜见一下宗主大人了 那好吧 你们不去我也不强求 对了 刁爷你呢 我是想去 很奈何老主人传信 要我押着这群先帝先回宗门报道 老主人说你带着这么多先帝到处万跑 很容易被东皇太义他们发现 从而被埋伏驱击的 那好吧 那你们有谁愿意跟我去西方玩呢 我 我去 我也去 我想跟着小姐吃遍全世界 只要小姐不嫌我累赘 嗨 这是什么话 我们可是好姐妹 怎么会嫌弃你呢 那就说定了 我们仨一起去西方世界 看看能不能将他们搅浑 原来西方的人和建筑 也没我想象的那么高贵华丽吗 这里也有穷人吗 还不少呢 让小姐见笑了 城堡也只是有钱有权的贵族才能居住 一般普通人和低阶舞者还是小平房 你们这里也收过路费的呀 只是他们手里交的钱怎么和灵精有些不一样 哦 这个是神庭专用的货币上面印有神庭官方的印记 没有这个光平灵精是进不去城的 不过可以用灵精置换 三枚灵精可以换一枚神庭货币 但是要到城内才有置换的地方 啊 进个城这么麻烦呢 那你应该有这个官方货币吧 要不你卖我一点 有 当然有 小姐 你要的话 在下送您一堆就好了 说完 马可就在储物界里一阵翻整 不一会儿 她的脸色变得苦涩了起来 那个 之前碰上战斗 好像都被我补充内力给用完了 所以 咱们现在怎么进去呢 我出来乍到的也没有这玩意儿啊 楚灵儿一脸无辜的眨着大眼睛 马可波罗也是一脸无奈 就在三人大眼瞪小眼之时 一个衣着破烂的乞丐 端着一个装了五成满的盆子走过来 盆子里有着不少神庭病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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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她说的是什么鸟语 我咋听不懂呢 哦 她是个聋哑修士 靠乞讨为生 闻言 楚灵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而一旁乞丐看到几人无动于衷 那乞丐又阿爸阿爸喊了几声 开指了指手里的盆子 见状 楚灵儿好似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当即伸出手 从对方盆里拿了一块神庭病 太感谢你了 没想到西方还有这种好人 自己都乞讨了 还不忘助人渡过难关 像您这样的好人 一定可以活到死的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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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明白 图图 她让你们也拿 别客气 听到这话 图图图做出一副我明白的表情 也伸出手 在盆里拿了三块神庭病 谢谢 我们四个会感激你的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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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我们就四个人 真不用多的 谢谢您的好意 剩下的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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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们有人再见咯 说完 二女快乐地挥着手朝城门跑去 见状乞丐激动到浑身颤抖 想要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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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也是好人大物 有心的感慨 哦 我明白了 原来你不是在乞讨 是在仗义输财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误会你们了 你们淋过雨 现在还想着为我们撑伞 真是大大的好人了 那淑妮妈妈的问 老子以为挡气该练皮就恨厚了 莫想到还有功厚的 老子从未坚果 又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祝贝 祝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